塔南西公寓树心的床上 62岁的西班牙居民卡里洛喜极而泣 卡里洛为了治疗猴癌搬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但应付不起房租 过去三年只能露宿在剧院后台 但像卡里洛这样幸运 得到慈善机构提供低价出租公寓的人 是少之又少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 因为社会住宅短缺被迫露宿街头 加上最近一项保护成租人权利的法律 允许弱势群体 在不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入住长达两年 导致许多出租人转向利润丰厚 不受相同法规约束的短期市场 这是一个问题的 是要拿住住宅 以前是用了住宅 而用了住宅 给予利润丰厚 给予利润丰厚 此外据官方统计 自2012年以来 游民元素已经上升24% 达到28000元 而西班牙银行的报告指出 约45%的房客 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 在欧洲的比例位居最高 欧盟委员会表示 过去十年 欧洲各地游民大幅增加 但西班牙问题的严重程度 因当地年轻人选择与父母同住 更长时间而遭到忽视 有超过六成的西班牙年轻人 与父母同住 是欧洲主要经济体中 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清玉综合报道